为台湾好 义无反顾 新北市长侯友宜终于松口 点头加入党中央的提名委员会 毕竟选策会风暴重创国民党气势 民道更是拉警报 让侯友宜阵营展开自救计划 我们会全力以赴 面对我们四个城市稀索共好 自救计划四月启动 对内加入提名委员会 免得提名再度爆发争议 并将在四月中旬串联北北基陶 签署合作备忘录 共享市政资源 展现北部领头羊的治理能力 同时也进入2024备战状态 他只要抓住一个原则 就是跟总统提名相关的部分 他不要参与 立委的部分 他必须要从头参加到尾 他要展现出来 他作为国民党的提名人 或者代表人的气魄跟格局 侯友宜几乎已经成为 来迎底定的总统人选 为了备战2024 更展开一系列的布局 也特别来补强两岸论述的不足 传出侯友宜阵营找来马英九时期的 两岸幕僚苏起以及赵春山 弥补两岸以及外交论述的不足 外面盛传说侯市长也有来找过我 来讨论这个两岸关系的论述的部分 事实上他没有来找过我 对今年的选举我并没有那么关心 我比较关心还是大局 两人否认友邦侯友宜补课 不过也建议应该在九二共事的基础上 将对台有利的部分 浅显易懂地告诉人民 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美沟通管道 美国对我们很重要 接不接受是操作在美国手上 但你要想办法让他了解 我们跟大陆改善关系 不是就要跟美国关系搞坏吗 两岸论述台美关系 都是迈向2024的必修课 侯友宜必须先自救 才能让民调跟选情逆境重生 欢迎新闻由博志王毅德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 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